在复兴的这些日子 我相信大家都很兴奋 我今天有个负担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在这个复兴 借着这一次的Experity的复兴 你觉得这位神在对全世界的人在说什么 在说什么 我这些日子 我看到很多的消息 我灵里的领受 就是神在把祂的国度这样降下来 悄悄地降下来 让人看见神的国多么地美 而耶稣他说我就是你们一切的所需 你们需要任何的困难解决 你们所需要的一切就是我 包括青年人 刚刚讲到说青年人 95%大概上了大学 一上了大学 95%就离开了教会 那个是其实我大概 大概有半年 我们一年前就已经看到这个消息 这个统计数字 所以在我的里面 我常常想到说怎么办 我们的下一代怎么办 好不容易父母多么辛苦 教会也这样子花钱花力 费财费力 就是要把这位神介绍给他们 但是他们究竟在学校 以及他们所处的环境的影响力 大过家里的父母跟教会 可以给他们的影响力 为什么 因为接触的时间少 他们是从小学一直累积起来的教育 在他们的里面 那个教育系统正在把分别三二数 最大最大的读数 一点一滴累积累积累积 然后到了大学 他们自由了 他们大部分的人 我知道好多 特别是华人的儿女 一到了要读大学 好高兴哦 拜拜 父母就一把眼泪啊 一把鼻涕啊 你要远离啊 而且听说他们都喜欢飞越远越好 加州就喜欢到东岸去读 是不是 呀 好诚实啊 你看青年人很棒 就是很诚实 你知道吗 所以神很喜欢他们 但是谁能救呢 谁能救他们 他不知道仇敌用什么 鱼饵 不是鱼饵 用糖果 因为糖果不够影响 最甜的 甜甜蜜蜜的东西 一直在吸引他们 然后呢 不知道那个里面 有一点点的迷幻药 再来一点点的毒素 一点点的什么 就这样给他们 一点一点的迷幻 迷幻 一直到一个地步 他们已经不会分辨 而且他们也不知道 什么对他们 是最重要的 尤其是什么是永恒的生命 到底什么是永恒的生命 那感谢主 神在我们当中 神一直在做工 这个等一下再讲 我先讲到 神这一次 为什么他拣选复兴 从大学开始 而且从一个乡村的大学开始 哇 你知道这神的爱 其实神预备这个 Asbury大学 你现在爆发了 有好多隐藏的事 才被显露出来 神预先已经拣选 他多少的守望者 站在望楼上 知道仇敌所做的 也知道神要 在Asbury这个学校 会有一个神的工作 要流出去到全球 所以很多带导者 很多被神拣选的带导者 就开始一直忠心的 一直为这个学校的复兴祷告 有的已经祷告了 有的是从马来西亚 神父从马来西亚的牧师 呼召 一直为这个祷告 祷告好几年 有的是 他以为 Oh 这Asbury复兴 真的是他这样忠心在祷告 但是他后来再听到 原来更多更多人 知道吗 有的已经祷告几十年 说是多少年 有的祷告了二十年 有的祷告了五十年 还有有多少年 我不记得了 真的那么长的日子 就是一直为神你说的 你要在这个学校 你有一个工作 你有一个水流 要从这个学校这样出去 他们就忠心的一直祷告 你知道这些人 将来在天上的赏赐有多大 所以亲爱的带导者们 你愿意站在城楼上 在那里守望吗 站在望楼上守望吗 你知道这将来 在天上都是做宝座的 值得 你没有口才 你说我不太会讲道 我不太会带茶巾 我不太会怎么样 但是带道是每个人都可以的 对不对 神听得懂你在讲什么 即使你口气 他都听得懂 而且他也会医好你的口气 所以你就是忠心的 在那祷告神的心意 祷告神的心意 那神在我们这个教会 也是多少年来 一直讲 这里要成为复兴基地 这里复兴的婴孩已经生了 那就在乎 你们是不是预备好了 把门打开 那是不是在乎 是不是在乎 在乎就来吧 来祷告 所以 两个礼拜前 我开始讲 这个神 现在正式复兴 已经开始了 我们一定要迎上去 为什么 因为神已经四次 在这个四年里面 跟我们讲了四次 多少人在parking 挤呀 拥挤 等着我们开门 所以一直放在我的里面 所以 带道者们 你们一定要祷告 一定要起来祷告 你在乎 你就开始跟神同心 神讲的 你都不在乎 你觉得这不关我的事 你就一直没有去摸到神的心 其实神最在乎什么 你觉得神最在乎什么 神最在乎人懂他的心 所以他说 你勿要认识耶和华 竭力追求认识他 太多的基督徒 我们可以当了几十年的基督徒 但我们没有真认识他 真知道他 真认识他 所以我们很多对他所说的话 半信半疑 难以相信 难以想象 神说的话 神想的 神的眼光 神的看法 常常跟我们是很不一样的 很不一样 所以 我在生病的 咳嗽了一年多 日夜的咳嗽 我身体常常在生死边缘 就在这样的日子里 极端的软弱当中 我几乎每一天更多地明白神的心 明白神的心 你们相信吗 我上个礼拜 上一堂 上一堂在这里讲到 就两个礼拜前 在这讲到 我其实讲到 礼拜六讲 我礼拜五晚上 我是咳嗽 吐痰 吐痰 咳嗽 咳嗽吐痰 咳了一整个卫生纸盒 一夜 咳了一整个卫生纸盒 隔天早上 然后 到要来聚会前 我整个是头昏 想睡 疲累 软弱到不得了 然后又是一支咳 我想 我怎么讲到啊 我怎么讲到 但是 很疲累 很疲累 很想睡 但是又不能睡 一定要来 就要来了 好 我就来了 聚会前 还是一支咳 一支咳 谢谢大家的带导 讲到的时候 就完全没有咳 所以很多人看了视频 都以为讲慢慢都好了 都完全好了 我看他脸色很好 我说是化妆的 他看我没有咳嗽 我觉得已经都完全好了 但是你知道 我讲完道回去 那个晚上 礼拜六晚上 我总共只磕一张卫生纸 感谢主 也就是 你在 急软弱急不容易当中 你还要一直去顺服神 就是 因为我神的救恩来了 祂的能力来了 祂的国度来了 祂的基督的权柄已经来了 而我们能够胜过祂是因为什么 羔羊的血已经流了 为我们流了 还有呢 自己所见证的道 就是我们要见证出祂的道 祂所说的是真的 还有 要见证到一个什么地步 虽至于死也不爱惜自己的性命 虽至于死也不爱惜自己的性命 就是这样 所以那不是 不是只是 说说而已 也不是只是喊叫喊叫而已 宣告宣告而已 而是你在生活的每一个选择 你真的选择 死就死吧 就选择这样 你就会一直活过来 那 初代的教会 我都想他们怎么有办法活 在犹太人的逼迫下 在罗马政府 这样的可怕的刑罚的逼迫下 福音怎么有办法那么快地转开 到底怎么活啊 我在想他们怎么活 但事实上他们不但活 而且活得让世人都怕他们 知道吗 因为他们活得那么尊贵 活出神的荣耀 活出神的权柄跟能力 就是这样 所以他们怎么样 神迹其事随着他们 他们蒙大恩 这就是神现在末世所要做的 神拣选一批 已经被仇敌 一直迷惑了多年的 毫无抵挡的能力 但是Asbury这个地方 神拣选了 神拣选了 他们至少 他们很有圣洁的根基 他们去的人都说 那里的教授 好圣洁 好谦卑 很谦卑 然后呢 他们 虽然没有什么灵恩的现象 但是人家带着他们 就是祷告 一直为父亲祷告 所以Asbury 不但这个学校 还有 还有 对面的神学院的神学生 还有 神已经拣选的一些人 都去到那里 跟他们讲说 神告诉我 你们这里会有复兴 所以我来就是要来 为这个复兴祷告 所以一直陆续有这样 他们就知道 他们常常在为复兴祷告 可是也祷告多久啊 上一次多少 1970 对不对 所以又是经过50年 祷告50年 有没有放弃 一届一届的毕业生毕业 但是留在那的教授 还是继续相信 对不对 忽然间就临到了 而且影响到全世界 所以这一次 我在上个礼拜 上个礼拜 有一天 我就忽然间 神在我里面 就唱一首情歌 就是 这是恋爱的季节 自从我认识你 我对你说是 我就永远都是是 就是这样 里面就一直在唱这首情歌 我就很享受着 好像对神的尾声是永不改变的 永不改变 那是我们好早以前唱的 你们记不记得 一年四季都是恋爱的季节 记不记得 那好早好早以前唱 可是我就记得 然后就一直唱 一直唱 那 然后我回到家 傍晚 傍晚的时候 就 接到我的一个属灵女儿 说 她在唱一首歌 她说 她在唱一首诗歌的时候 她眼泪一直掉 一直掉 然后她说 她说 她觉得这首诗歌 是给妈妈的 所以 是天父要给妈妈的 她就寄给我 那我一听 从第一句 我就开始一直的流泪 一直流泪 一直流泪 唱完了 我又再唱 又是一直流泪 我再唱一遍 又是一直流泪 就这样 然后 我唱了很多很多遍 那 我今天想介绍给大家 我们先来唱 因为 那不是只有我 那是神要给大家的 就是 这一次 神 坐在 Asbury身上 祂要对全世界说什么 说 我 这个神国降临 神国的 这个神的国 就是一个爱的国 因为神国的王 祂是何等的爱 祂是一个烈火的爱 在烈 祂说 我就是烈火 这个烈火是充满着爱 充满着对你们 每一位的爱 充满着对那个最软弱的 最不堪的人 我对你们充满着爱 而且是怎么样的爱 我们一起来唱 来放一下好不好 会唱的就可以唱 很感人的一首歌 音乐 这是一个独特伟大战的 求变得一首 成为一个独特的 人 是一个独特的 你是一个独特的 是一个独特的 一首发的一个独特的 是一个独特的 是一个独特的 有了独特的 有了阿拔 付的爱 你是一个独特的 你就是这个 是一个独特的 世间最幸福的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你最想贵 你最想贵 我的孩子啊 我的心愿无意 我的孩子啊 我的心深爱你 我的孩子啊 你是如此可爱 我的孩子啊 你好像只却让你 我们可以一起唱 你是几万千蓝宠 余生的人 你是梦交成手 永生之乐的人 你是手造奇妙 可谓的那个人 有了阿爸父的爱 你就是这世间最幸福的人 你就是这世间最幸福的人 深深地感动 深深地被他疼惜保安 我问过几个姊妹 我说你觉不觉得这首歌 就是天父要对你唱的 我先问 你觉得这首歌 是天父在对你唱的 你举手 举手 嗯 看看 好 谢谢 请放下 这是在天 我问了 我问了两位姊妹 她都说 这是给妈妈的 我说是给每一个的 所有给妈妈的 也都是给你们的 对 更何况 我今天就是要讲 这是给每一个的 阿爸父 白白地牺牲了他的爱子 他看你比他的爱子更重要 他白白牺牲了他的爱子 我们一起来看 一起来看 路加福音 第一 第二章 路加福音 第二章 好 十四节 在地上 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 好 那个小字怎么写 在地上喜悦归于人 对不对 好 那这是什么 耶稣 耶稣要降生的时候 那个什么 天使一大队天兵 忽然有一大队天兵 同那天使 赞美神 说 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 在地上 喜悦归于人 也就是神把他的爱子 送到地上来的目的 就是要把他对人的喜悦 赐给人 人不再是被他赶出一店员的 犯罪的人 我牺牲我的爱子 就是为了要把你们挽回 成为我所喜悦的 耶稣来地上 就是完成这一件事 为了完成这一件事 耶稣受多少苦 你知道吗 你知道 但是 那你知道耶稣就是爱你这么多吗 可是我们会说 我不知道他真的是 是深爱我吗 他真的是 是这样子恋慕我吗 没有 我哪有那么好 你不知道 他爱你 就是因为你不好 他在爱你 也就是说 他说 刚见人用不着医生 有病的人才用得着 我来不是 我来不是 招医人 我乃是招罪人 所以我们要读 真的好好读他的话 他说什么 到底信不信 所以重点是 你相不相信 阿爸父掏心挖肺跟你讲 耶稣掏心挖肺的 活给你看 你相不相信 他爱你是五条件 他爱你是五条件 他不是要你成为一个 一个很完美的人 完美主义是很大的老我 你知道吗 因为那是一个骄傲 人是不可能完美 人只能谦卑的 一直活在他的里面 让主来活 让主来活 然后以至于我就更谦卑 那我永远就感谢他 称颂他 所以他说 世界连一个艺人都没有 一个都没有 我们怎么可能完美呢 你看大卫犯多少罪啊 犯多少罪 你去看诗篇五十一篇 你去看历史书 你去看那些 他犯多少罪 但是他怎么样 耶稣说 神说 大卫是合我心意的人 那他要的只是什么 After my heart 神要的只是 你会懂他的心 愿意跟随他 你在乎他 你要他 他就满足了 为什么 因为他知道你没办法改变你自己 但是你只要在乎我 跟随我 要我 我的同在就会改变你 你只要一直要来跟我拆起 一直要来跟我拆起 我就会改变你 你不要想自己改变自己 我真的已经放弃了 我没有办法改变自己 更柔和 更谦卑 都没有办法 所以我只能 主 我每次都这样跟主讲 主啊 你不是说吗 我是你手中的杰作 所以主 只有你能做 你来做 我都是这样 这样我就不要 一直努力 要把自己做得很完美 然后做不到 又很弃自己 又垂胸 然后就很 很定罪自己 神不要我们定罪自己 你知道吗 神只要我们真实地 活在祂面前 大卫会和神心意 是因为 祂诚实地悔改 祂的悔改 很彻底 祂没有说 稍微把它涂抹一下 因为这个都被记下来的 还要传到直直生生 还不止传到直直生生 传到万世万代 是不是 但是他就很赤路地 敞开地 写他自己的罪 他的罪 他这样很真实地悔改 神就喜悦了 就是这样 然后呢 他也很要主 非常的要主 很在乎神说的 神说的 他很在乎神 设立的秩序 扫罗是君王 是受告者 受告者 我就不敢碰他 我不碰他 他就一直威胁我的生命 但我还是不敢碰他 即使已经送到我的手边了 我不用杀我的手下 一刀就可以把他杀死 我都不敢 我都阻止 那我从此不用一直被追赶嘛 对不对 这就是他对神的敬畏 神就喜悦 因为敬畏是出于敬畏神说的 敬畏神所设立的 所以我们当中的青年人 青少年 你们的父母也不完美 但是在这个恋爱的季节 神彰显他爱 我爱你是这样的五条件 他说你被呼召 是来承受永生之乐 也就是说 我说信耶稣得永生 然后呢 是得永生之乐 得永生 而且享受永远的生命的喜乐 但是年轻人的喜乐 是靠着外在的一个刺激 而外在的那个刺激 一没了 空了 就觉得活着没意义了 对不对 无论外在的一个人 外在的一个program 外在的一个手机的一个什么 就是他设计的一些东西 就会吸引你 吸引你 但是这个东西只要一没了 你就觉得活着没意义 但是神说 傻孩子啊 我的傻孩子啊 我要给你的是永远的生命的喜乐 那现在的青年人尝到了 他们尝到了 他们尝到了 哦 我只是在耶稣命中 这样敬拜他 我就被他吸引 我就享受 那么享受 那么喜乐 然后可以几小时 哦 几小时过去了 他觉得只有几十分钟 那么享受 他们就在神面前敬拜五小时 好像不到半小时 就这样 所以亲爱的家人们 做父母的 请你在这个时候 做聪明的父母 聪明的选择 复兴已经开始在教会里了 把你的孩子多多地送来 多多地送来 不要又怕说 哎呀 这样子熬夜 何必要熬夜敬拜啊 每天有的是时间啊 你就让他去疯狂 你不让他去跟神恋爱 他将来就给你搞出一团乱 你不让他去跟神疯狂一下 他就跟任何人都可以疯狂 跟任何 他就魔鬼可以引着他 对黑暗的世界 在黑暗的世界里疯狂 所以做家 做父母的 一定要聪明 哪里有复兴 聪明的父母 就赶快把孩子 带往复兴的地方 你只要孩子 爱上了神 被神迷住了 迷住了 你就中了乐透奖 你不用再为他积 积什么大学学费 什么什么 神都会take care 神会恩宠在这个人身上 这就是集万千恩宠 于一生的那个人 就是懂得去跟随神 要神去享受这其中的 就是这样 神连 就在这样的一个爱的季节 祂要来向我们 告诉我们 我多么的喜悦你们 你看出生是这样 所以请大家 耶稣出生是天使 还有一大堆天兵 是对谁报这个大好消息 是对全世界的人 他虽然是对牧羊人 但天使天兵 记载在圣经上 就是对全世界 我报告你们 全球一个大好的信息 因为这位神 有一位 为你们而生 从此 从此就是什么 喜悦要归于人 不是咒诅归于人 不是被撇弃归于人 人不再是活在羞辱咒诅的底下 这是多么美的一件事 然后呢 我们再看到 第四章 第四章 好 十八十九 他用高高我 叫我传福音 给贫穷的人 拆遣我报告 被掳的得释放 瞎眼的得看见 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 报告神 悦纳人的喜年 好 那这里就是讲到 耶稣 耶稣说 说什么 这 你看 刚刚是讲到 耶稣的降生 而这里是讲到 耶稣 出来服侍 第一篇信息 他第一篇信息 就是要向 贫穷的人 他说 叫我要传福音 给贫穷的人 然后要报告 然后报告是什么呢 报告你们得自由 不再受压制了 不再被捆绑了 还有报告你们什么呢 瞎眼的都要可以看见 然后呢 被掳的都要得释放 还有报告神 悦纳人的喜年 就是 这个喜年 就是你不需要付代价的 就可以得着的 是一个神所定的 是一个免费的 你就是物归原主 所以你们就归回你的造物主 的一个欢喜快乐 已经成为被他所喜悦的 可以回到他的面前 回到他的面前 本来是被伊甸圆 你赶出去的 我们的先祖亚当 但是从此你是回到神面前 这样的一个蒙他喜悦的 所以亲爱的家人 我今天讲的这篇信息 是要对那些受压制的 是那些被掳的 是那些瞎眼的 是那些贫穷的 是那些觉得被厌弃的 你们正在受苦当中的人 我真的跟你们报告大好信息 就是神是怎么样的喜悦你 无条件的喜悦你 而且呢 而且他喜悦你到什么地步 我们再来看西方亚书 第三章十七节 耶和华你的神是施行拯救 大有能力的主 他在你中间 逼你欢欣喜乐 莫然爱你 且因你喜乐而欢呼 他说这位喜悦你 喜悦你的这位神 是什么样的神呢 大有能力的 是施行拯救的 也就是你不管落在什么样的 被仇敌的攻击 什么样的可怜状况 害怕孤单 被厌弃 无助 无望的 这样的人 他都是大有能力的 施行拯救的主 然后呢 他说 他喜悦你是到什么地步啊 他说他因你欢欣喜乐 他是喜乐到一个什么地步 他是要大叫出来 因你喜乐而欢呼 而且呢 莫然地爱你 就是 你知道吗 你有没有莫然爱过一个人 爱连嗯 爱连喔 暗恋 暗恋哦 Wenn you think them a million minds of them 黑书 当我 就是 um i o i o i o i i 我的心好像深深的 就是好像什麼好的都要給他 你知道嗎 我真的去體會到阿爸父的心 當我這樣一直順服他 順服他 他是喜悅到什麼的地步 所以我為什麼覺得 那一首歌每句話都在給我的 都在對我唱的 我真的是深深的覺得 我集萬千的寵愛於一生的 而且他說你是那受造奇妙可畏的那個人 我就說對 就是那個人 就是這樣 就是會指著自己說 我就是那個人 我跟你講這是你 你常常去想 去從神的話 從你跟祂的親近 從你在每一個受苦的環境裡面 神怎麼樣來對待你 我有一次在跟一個屬林的女兒 我在講就是 那個大概差不多半年前吧 半年多前 我說 哇 你們會很蒙恩寵的 你看像我那麼多的恩寵都會流到你們身上 他說 媽媽 你這樣子還覺得蒙恩寵啊 我想說對呀 當然是啊 他說 他是覺得我咳了那麼久 身體這樣子弱 身體這樣子弱 還覺得蒙恩寵啊 當然是蒙恩寵啊 我跟妳講 你過內在生活 常常那個越受苦的人 常常越過越深 越過越深 因為他有很多操練的機會 操練順服的機會 操練苦中讚美的機會 操練來親近神 一直緊緊聯誉神的機會 操練在面對很不容易順服的環境下 很不容易謙卑的環境下 你怎麼是謙卑下來 那有些人 他什麼都在平順穩妥了 所以沒有機會給他去操練 那我告訴你 你即將會有 這個不是個咒詛 而是祝福 OK 因為即將來 極大的各樣的災難 天災人禍都有 你最好不要等到那時候才操練 因為有的時候來不及了 當一個人 忽然間醫生宣布你得癌症末期 然後你才要來開始操練內戰生活 你才要開始來操練信心 相信是不太容易 這是真的 不太容易 因為那是一點一滴累積起來的 就像你信任你一個人 你是一點一滴累積起來 對這個人的信任 你不是忽然間就產生對他極大的信任 命都願意交給他了 那個主謂迷戀 痴戀 對不對 連痴戀一下也就覺得愛錯人了 對不對 你對神的認識 你對神的認識 所以為什麼 為什麼 何西亞蘇南說 你誤要竭力追求認識他 誤要竭力追求認識耶和華 你對他的認識 你對他的認識 實際上真真實實認識 不是宗教信仰的 我信他已經幾十年了 我也會講 會講 跟你心裡真實對他的認識是不一樣 所以那個認識是夫妻同房的那種認識 對不對 你看同房的夫妻啊 眼睛一瞄就已經知道他在想什麼了 他又在打算什麼了 雖然別人看起來都覺得 哦 很好啊 很好 但是只有這個另一半說 誰知 他知 只有他知 還有神知 就這樣 所以我是說 神是 你讀絕對不要白紙黑字在這樣讀哦 你一定要知道 這位施行拯救大有能力的主 是怎麼樣呢 是因你喜樂 喜樂要大叫 他就是以你為榮 以你為樂 你知道嗎 而且還在默然地愛你 他們是表面的 表面會講一些 Honey I love you 就是那種話而已 對不對 他是真真實實地戀目你 我真的我常常對主說 主啊 你怎麼會愛我們愛到這樣的地步 一個這麼完美的神 什麼都知道 卻這樣能戀目我們 好 最後 一賽亞書六十二章 你必不再稱為撇氣的 你的地也不再稱為荒涼的 你卻要稱為我所喜悅的 你的地也不再稱為 你的地也必稱為有夫之父 因為耶和華喜悅你 你的地也必歸他 少年人怎樣娶處女 你的眾民也要照樣娶你 新郎怎樣喜悅新父 你的神也要照樣喜悅你 好 那這裡講到三次的喜悅 這就是有一次我在跟神禱告 我說神啊 你愛每一個人 但是你真的那麼喜悅我嗎 那你三次讓我 今天你就這樣三次讓我讀經就讀到 結果一翻開那天的進度就是剛好這個 三次都講好我怎樣的喜悅你 而且這個就是你的新的名字 也就是當耶穌來到地上 你就貼上了一個名字 你知道嗎 禮君 你叫做神所喜悅的禮君 你知道嗎 就是這樣 所以你是神所喜悅的 你要把自己標籤貼好 只要神所喜悅的 所以你不再是被撇棄的 我們有一位姊妹 她因為從小就父母 她就沒有從父母得著愛 就覺得很被棄絕 然後來結婚以後又離婚 離了兩次婚 然後嫁給我們有一個弟兄 她也離了一次婚 那這位姊妹 當他們這對夫妻來到我們教會 來到我們教會 他們第一次踏進這個教會 她就感覺到愛 一種無條件的愛 然後一種自由 一種輕鬆 然後他就覺得以為他這樣被譯治 後來有一天我們有一個弟兄講到 他們講到 就講到英國查理斯王子 他不愛江山 愛美人 然後他愛美人 還娶那個美人 而且還娶那個離過兩次婚的 然後他在那個講話的聲調 就是有一種過分的強調 那個離過兩次婚 這樣子吧 就是那個聲調跟那個這樣 那反正這個姊妹就忽然間覺得 一根針就這樣刺入她的心 就有一根針刺入她的心 她回去就跟她先生講 說不知道為什麼會 就今天聽講到的時候 就覺得有一根針刺入我的心 她先生說我也覺得 我也是覺得一根針刺入我的心 然後他們就兩個不知道為什麼說 為什麼聽講台信息還會有一根針 好像真的一根針就這樣刺入我們的心 不知道為什麼 然後後來下個禮拜再來聚會的時候 然後我們的弟兄 就去到他的位置 流著眼淚跟他們對不起 跟他們道歉 說 請你們饒恕我 我上次講這樣話 這個傷了你們 你們能原諒我嗎 那為什麼 他們就講 為什麼你要跟我們道歉 那這個弟兄就說 因為 因為那天講完道回去以後 那 神 隔了幾天 有一天 他在等候神 神就把兩個人的臉就顯給他看 然後神說 你那天講道 你怎麼樣 這樣的形容 那個王子 然後傷到他們的心 你要去跟他們道歉 那你知道嗎 這位當我們這個弟兄 流著眼淚跟他們道歉的時候 他們兩個 就是眼淚都要掉下來 因為他第一個感受到的是說 這件事只有我們兩個人知道 全世界沒人知道 只有我們兩個人感覺到 有一根針刺到我們的心 可是沒想到 可是沒想到原來阿爸父知道 然後阿爸父在乎 原來阿爸父都沒有親看我 他沒有親看我 他反而還叫這個弟兄 還這樣來跟我們道歉 所以他們被阿爸父深深的愛到 安慰到 好 然後 所以 親愛家人你知道嗎 不管你做過什麼事 做過什麼錯事 我們的神是不許任何人錯戴你的 他捨不得 可是我就被那個誰錯戴了 又被另外那個誰也錯戴 阿爸父會格外的施恩給你 補償你 如果你願意饒恕 那為什麼 因為這個弟兄 他還會來跟他道歉 但是我不知道錯戴你的那個人 是不是可以聽得見神的聲音 神是不是可以跟他說 他聽了以後 他是不是有力量來道歉 就是這樣 有的人面子拉不下來 所以 在世界上有很多 這個無法說的 痛苦的事 但是 我告訴你 所有你被錯戴 你被欺負 你被欺負 你被冤枉 你願意饒恕 所有你的這一些過去的傷害 阿爸父都會特別的 各樣的恩典 恩寵都會加在你的身上 恩寵我怎麼沒有 因為你沒有饒恕 你有苦毒 所以你就沒有辦法把他換成恩寵集在你的身上 你知道嗎 你所有被錯戴 你一直老恕 然後一直為對方祝福 為對這件事感謝主 這個就會變成這個恩寵券 恩寵券就會在你的身上 集恩寵在你的身上 所以你要集萬千的恩寵在你的身上嗎 你受苦越多的人 受苦越多的人真的恩寵越多在他身上 但是你的反應必須是神的反應 對的反應 神說的該有的反應 好 然後這個姊妹呢 她就是因為她的前夫 她一懷孕 前夫就有外遇 就有外遇 那從來沒有愛過這個孩子 所以她跟前夫有兩個孩子 都沒有被愛過 那後來才離婚 然後呢 現在跟現在的丈夫又生了兩個孩子 不是又生兩個孩子 這個丈夫也有兩個孩子 因為她也結過一次婚 所以她已經有四個孩子了 那每次呢 要回亞洲返鄉行親 父母都是告訴 雙方父母都告訴他們說 你們回來就好 不要把孩子帶回來 如果回來了呢 也不要去親戚家 不要去親戚家 就留在家裡就好了 為什麼 父母就覺得他們這樣離了兩次分 他就覺得丟臉 所以父母講的的話 帶給他很大的羞恥感 所以為什麼這壹个弟兄 所以為甚麼這壹個弟兄講的到 他就覺得一根真持起來 那他在小家裡都只分享過 我離過婚 他沒有講我離過兩次婚 但是这一次 后来怀孕的事情也是这样 他不想怀孕 他做了完全的避孕的准备 完全的准备 绝对不会怀孕的 就没想到结婚三年以后 怀孕了 他气得不得了 吓得不得了 很气 对先生也很愤怒 对神也很愤怒 就是说为什么我已经避孕了 为什么还会怀孕 为什么会这样的事 淋到我的身上 因为他从来 对怀孕这件事是很痛苦 羞耻的一件事情 没有带来任何快乐 结果他心里就在想 我要不要去堕胎 就在想 结果 刚好他来参加一个祷告会 那个祷告会是妮塔带的 妮塔就说 来我们一起来跪下来 为美国祷告 他就想说 为美国祷告关我什么事 可是他就跟着跪下来 眼睛才一闭起来 就看见 就马上 眼睛才一闭起来 就听见 就听见 神跟他说 说 我是赐生命的主 你本来是不配的 你本是不配的 我却把这个生命赐给你 然后呢 他又同时看到一个异象 耶稣的脸 贴近他的脸 而耶稣那个充满了慈爱 充满了 充满了慈爱的眼神 一直看着他 一点都没有责备的意思 那耶稣又在说 又在说 我是赐生命的神 你本是不配的 我却把这个生命赐给你 然后 他觉得一种很深的 被光照 也被安慰的一种情感 在里面一直澎湃 他的重压 羞耻感都不见了 他就 就是 重压羞耻感都不见了 他就感谢主 他可以怀孕 他就觉得 借着怀孕这件事 把他的羞耻的日子结束了 神赐给他的一个生命 他说 他第一次 感受到 一个享受 怀孕 为人母亲的喜乐 第一次 已经第五个孩子了 他第一次 享受到怀孕 为人母亲的喜乐 他就 好感谢神 就是赐给他 一个生命 来救他这个生命 救他这个 充满了羞耻感的生命 你看我们的神 是不是太伟大了 太棒了 哈利路亚 我们鼓掌 赞美他 赞美他 自行拯救的神 大有智慧的神 全能的神 永在的父 他行事奇妙 他大有智慧 你看 你看大学生 面临的是 最容易 离开信仰 离开神的 神就从大学生 复兴开始 谁有话说 哈 你们都做不到的 我来做 我的爱 可以拯救一切的人 我的爱 可以 可以使一些 所有最软弱 最无助 最没盼望的 最羞耻感的 最充满了愤怒的 都可以被翻转过来 成为最喜乐的 最荣耀的 最自由的 最充满了爱 充满了盼望的生命 神就是可以这样做 所以叫全世界的人 没有人有话说 我们的神 是不是太棒了 所以我们借这个机会 是不是要大大的 我早就已经先 跟我们全教会讲 我们全教会 都要成为属灵父母 是不是 我们全教会的人力 财力 时间 我们都要用在 我们的下一代 是不是 所以 当你的下一代 对神有兴趣 要来 通宵祷告 要来什么 你都要说 太好了 太好了 感谢主 对不对 妈妈在家为你祷告 就在把握这个机会 孩子 趁着他 这样的年龄 大学生是最不容易拯救 越小 越容易拯救 但现在小学生 也被仇敌 设计的 一直要 把他们 扭曲 要玷污他们 所以我们要 集权力来 来 这个教育 三头 教育三头 大家真的要集中权力的 你有负担 去教育三头 教的 我们现在爱飞扬 需要老师 你就报名 去当老师 好好的培育出下一代 就是这样 还有我们的主日学 你有负担的 你就去教主日学 感谢主 我们主日学会开始有 我们有子妹 有负担 要来 带他们敬拜 它是从神来的负担 带他们怎么样 真实的敬拜 然后借着跳舞 借着身体 全身来敬拜神 那借着这样 小孩子从小就很容易 被圣灵充满 很容易遇见神 很容易开始 开始爱上这一位神 他们的灵觉会一直敏锐起来 这样 所以 我真的是感谢主 这是恋爱的季节 这是神用着 把他自己 呈现在世人的面前 我是这么美的一位神 你有任何的需要 我一显现 都可以成为你们的拯救 但是 如果你在这个同在里 越长一点的时间 你会被做得更深 翻转的越彻底 感谢主 从两个礼拜前 我们 礼拜天 礼拜天 每个礼拜天 都又再加一支 下一个礼拜 又再加一支 然后呢 圣灵 在做工 圣灵 做工 请大家记得 在这个复兴的季节 很重要的一件事 不要看表 不要 在乎时间 因为 神是 时间的主 是我 我自己这个人 就很在乎时间 但是呢 神不在乎时间 祂不在乎时间 祂看千年如一日 一日如千年 那你在祂的同在里 就会这样 那你不在祂的同在里 一日如千年的痛苦 对不对 那你在祂的同在里 千年如一日的 那么快 就是这样 所以我们要进入 这样的享受 享受 那神 所以我们 我们刚过去 这个礼拜天 圣灵这样 临到大家 就这样 给祂一点时间 越长越好 跟随圣灵 然后大家都觉得 好甜蜜 不舍得离开 不舍得离开 神做很深的工作 我告诉你们 马哈念 因为一直有 敬拜 敬拜 祷告 那个神的同在 现在你一进去 有的人说 他一进去 眼泪就一直掉 有的人说 一进去 就感受到 好深的爱 好浓的爱 有的人说 一进去 就闻到 耶稣的那个 心香之气 充满在马哈念 很近 很近 把握机会 明天早上就有 祷告会 耶稣成为 最受欢迎的 一个聚会 就是祷告会 祂在祷告会 祂忽然间 做很大 很深的工作 所以把握 还有礼拜一到 礼拜四早上 九点到十一点 都有 复兴祷告会 九点到十一点 只有礼拜三 是九到十点半 然后十点半到十一点半 是医治聚会 借着那个 神同在很丰富的恩高 来医治 很容易得医治 这个恋爱的季节太好 你一定要赶快投入 浸泡在这样的恋爱里面 哎呀 恋爱的滋味 不好 就像那一位姊妹 你知道这一位 我刚刚讲离两次分的这个 他都允许我讲他的见证 为什么 他说他现在已经完全没有这种羞耻感 他连在小家 他们两位成为我们非常好的小家长 他们的见证 他们的分享 都非常的祝福人 所以神就是要借着这个 这个其实现在所要做的是一个全球的大觉醒 他要把他的同在 无条件的 只要你要 只要你相信 他就这样临到 还有你要 你很渴慕要 所以你就一待就待了五小时针 待了七小时八小时针 你就整个人很大的被改变 而且还不舍得离开 你完全忘了时间 这是去他那里的人这样经历 那我们在这里呢 有的还有工作 还有家庭 就这样忙忙乱乱 你也要越过这个 长长 主 时间不重要 什么都不重要 只有你最重要 就这样去投注在 主 你有完全的主权 得着我 得着我 充满我 充满我 我要你 好 我们再来唱一次这一首好不好 我们的敬拜团队会谈 我们可以一起来唱好不好 好 我们起立来唱 你渴望跟神说 主啊 我跟你讲 到底神对你 这首歌是不是给你的 在乎你信不信神这么爱你 你在乎你信不信神就是这样喜悦你 喜悦到因你而欢欣喜乐 漠然的爱你 你要的可以跟神讲 我要 主我要悔改我以前的不信 我总觉得我没有谁好 我没有那个好 我没有那个好 好像我不配得着这么好 但是神说 是 万千的恩宠都要在你的身上 你可以来前面 我要悔改我以前很多的不信 那我如果现在要 我现在要 主我知道你这么喜悦我 你喜悦到把你的命都倾倒给我了 我要 我相信 我领受这个万千的恩宠 你知道吗 我今天早上 一醒来 我就是只有这个负担 要讲到这是恋爱的季节 但我不知道怎么讲 你知道吗 我今天早上在 一醒来 里面就在唱 我的孩子啊 我心恋慕你 主就这样 好大声哦 在我里面这样唱 你知道吗 是要唱给大家的 是大家的 你来告诉主 主啊 我今天终于明白了 你这么样的爱我 我要拥抱你对我的爱 我要这样全心来爱你 我要这样去爱人 你接纳我一切的不完全的地方 主我对别人的不完全的地方 我也不要那么容易生气 还冒犯 主我也要这样的 怜悯的去爱他 你愿意的都可以来前面 还有青年人 对你的父母也是一样 主 阿爸父 你这样的爱我 阿爸父 是的 我有你的爱 我也要这样来对待我的父母 因为他们没有人这样爱他 除非他在这个教会 他已经有被接受这样的教导了 做父母的 你也要这样去爱你的孩子 好 我们可以来前面 我们可以来源 你自己种中心的感情 鬼都可以像 Gothen 你 一种遭受你一个 这是梦造成熟 永生之乐的人 你是首能的感情 你这种真正弱 你这种真正的感情 是重要的无论 你所要的东西 你这种真正的感情 相liresDay 你这种真正的感情 你的宝宝 直到年老怀疤 天赋就怀传 一生必有晦慧 自爱的梦顿盘 思维环绕着你 让你知道你是他心愿的人 刚刚看到两个图像 第一个图像就是我看到 一个千疮百孔 不知道过去在你的情感世界里面 你有没有曾经被伤得很厉害 特别好像你的生命当中 有很多的千疮百孔 或者是你在成长过程当中 好像你在父母这边 你所受到的是一个 就是感觉到好像一个千疮百孔 这样子 第二个我看到一个就是被抛弃 可能你在感情的世界里面 你常常好像被一个被抛弃 或者你在父母的爱里面 你感受到常常你好像被抛弃的 我觉得神今天要用他的爱来环绕这些 神的爱要集中在你的身上 要环绕着你 神的爱要来环绕这样千疮百孔被抛弃的人 所以你要打开你的心 主我信 我信 我这些都可以得到你更多的恩宠 主我要 你更多的恩宠 你千万万千的恩宠都集中在你 主我相信 很多时候是我们不信 我们的不信 其实让神很伤心 主我信 我要悔改我一切的不信的恶心 我信 我是你那么喜悦的人 我们再来唱 你是几万千恩宠 与你神的人 你是梦叫成说 永生之乐的人 你是手造奇妙可畏的那个人 有了花马付你爱 你就是世界最幸福的爱 你就是世界最幸福的爱 你是几万千恩宠 于一身的人 你是梦找文业就乘斥了的人 你是手造奇妙可畏的那个人 由他保护的爱 你就是世界最幸福的人 你是今晚节论中余生的人 你是不早自从永生之谋的人 你是收藏起了何谓的那个人 有了阿爸父的爱 你就是世界最幸福的人 自从你出生就有天赋的宝宝 直到你劳烦 天赋人就怀传 你身必有恩惠 似爱如同盾盘 思维环绕着你 让你知道 你就差心悦的人 自从你出生就模糊的宝宝 直到你劳烦 伴天赋人就怀传 你身必有恩惠 似爱如同盾盘 思维环绕着你 让你知道 你是他心悦的人 我好爱你 仿佛你就是唯一 你最珍贵 我爱你 仿佛你就是为你 好怕好疼你 你最珍贵 我的爱子啊 我的心恋不离 我的爱子啊 我的心恋不离 我的爱子啊 如此格安 我的爱子啊 你的心恋不离 我的爱子啊 我的心恋不离 我的爱子啊 我的心恋不离 我的爱子啊 你是手造奇妙可畏的那个人 有了伴福的爱 你就是这 世间最幸福的人 自从你出生 就梦天夫人好棒 自考虑老八百天夫人 就快拽 自从你出生 你生命有恩贵 自爱无同问还 此為環繞著祢 讓祢知道 祢是祂心的敵人 阿爸好愛祢 彷彿祢就是祢 阿爸好愛祢 祢最珍貴 我這麼感濺 唱歌 阿爸好愛我 彷彿祢就是祢 阿爸好愛我 彷彿祢就是祢 阿爸好愛我 彷彿祢就是祢 阿爸好疼我 我最珍贵 我最珍贵 我爱主啊 我心天无敌 我的爱主啊 我心深爱你 我的爱主啊 你是如此可爱 我的爱主啊 以后我下次全然美丽 我的爱主啊 我的心深爱你 我的爱主啊 我的心深爱你 我的爱主啊 你是如此可爱 我的爱主啊 你好像是全然美丽 我的爱主啊 在神的面前 我的爱主啊 你是如此可爱 我的爱主啊 我心深爱你 我的爱主啊 我的心深爱你 我的爱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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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心深爱你 孩子啊 我的爱主啊 祈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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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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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